各位現場的嘉賓 然後校長 然後李教授 以及各位在實體 在線上的所有的對科學 有興趣 然後來這邊參與 今天的講座的伙伴們大家好 我是成功大學的李正德 然後今天呢 很榮幸在 這個疫情艱難的時期 然後看到這麼多的伙伴的參與 然後也感覺 再加上今天天氣 其實也是有點英語 那看到大家對於科學的熱情 我覺得我應該要更賣力的 跟大家就是 闡述我今天想要講的話題 尤其是關於人工智慧 在網路上面的 人工智慧的這個題目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呢 是萬物皆關聯 網路世界中的人工智慧 那我想 大家應該對於網路 或是網路的世界 都有不一樣的想像 那今天呢 我就想要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重新去了解 什麼是網路 並且了解網路 它可以拿來表示 我們生活中 或是我們 不管是在線上實體的生活裡面 很多人事實體物的關聯 並且能夠帶給大家 各式各樣你想像得到 或是甚至沒有想過的一些應用 然後改寫大家對於網路的一個定義 跟想像跟想法 那今天的演講呢 其實有三個關鍵字 我們會依序的跟大家講 第一個呢 就是什麼是人工智慧 我想大家在報章雜誌媒體上面 應該都很多機會都有聽過這個字 甚至大概知道說 它是由機器來幫忙做一些決策 而且具有智慧型的決策 能夠去理解人的語意 並且幫忙生活帶來各式各樣不同面向的一個便利性 那第二個關鍵字呢 就是網路世界 那網路是什麼 是單純就只有連上網嗎 那連上網這跟網路世界有什麼關係呢 那網路它是不是就像是 在這張圖上面所顯示的 這種網路的圖的結構 有點跟線所連線出來的 那它又能夠表示什麼樣子的 資訊跟內容跟關聯性呢 這是第二個要跟大家講的 然後第三呢 我們才會進入 今天跟大家介紹到的主題 網路的人工智慧 我們可以把人工智慧想成是 它就是一種機器 機器可以幫忙協助做預測 但是你要做機器 做智慧型的判斷跟預測 你勢必要給它燃料 那對於人工智慧來講 它的燃料就是資料 那網路世界 它其實是一種描述人事實地物之間的一種結構 那這種結構其實也是一種資料 那換言之呢 所謂的網路人工智慧 我們可能就是 看起來我們把這個顏色相關的關鍵字 把它聯繫起來的話呢 就是把網路世界當成一種資料 為給人工智慧 就能夠形成網路人工智慧 所以待會我們會依序跟大家介紹 人工智慧的一個生活中的一些實力跟 很簡單基礎的一個直覺 人工智慧是怎麼做出決策的 接著呢我會跟大家介紹 原來在你你我生活之中 有很多人事實地物的網路存在 只是你看不到 但是它們確確實實被記錄在你的手機 記錄在你的電腦 記錄在很多公眾平台的一個網路伺服器裡面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一個talk 所以從跟大家開始介紹什麼是人工智慧 那人工智慧的演進的歷史 其實已經算是超過50年 甚至已經有七八十年以上了 那早期的人工智慧呢 很多都是透過一些邏輯推理的方式 換言之呢 它們是不仰賴資料的方式呢 來去同一些規則來去推理出可能對於下一步預測的一個邏輯 那直到1980年代的時候 在1980年代那時候 因為一些數學跟統計這些理論的發展的逐漸的成熟 然後開始有一些統計學家 數學家甚至物理學家 開始去設計一些 從數學學理上面能夠建構出簡單預測的模型 而且這些簡單預測的模型能夠仰賴少量的資料 來去找出我們所謂的變數跟我們預測目標的一個關係 那時候興起的一個關鍵字 也是當代人工智慧的一個核心叫做機器學習 如何讓機器去讀資料 從資料裡面去找出我們X跟Y之間的一個關聯 那在過去十年來 在基於機器學習之上 一個很熱門很重要 而且因為很普及的一個關鍵字就叫做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它其實是一個機器學習的一個指領域 指範籌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深度學習會興起呢 其實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來自於說 我們網路通訊設備的普遍成熟 資料傳輸變得很容易 然後實體的儲存的設備 我們也可以很容易的買到很大的一些伺服器 很大的硬碟很大的記憶體 我們儲存設備通訊設備的對於資料的一些溝通管理變得容易了 所以我們有很大量的數據 包含從網路上獲得的一些資料 包含從大家的健保資料庫啊 或是很多不同的sensor 不管是空氣品質還是汽車的 來自各行各業的資料 我們更容易收集得到了 那有了這些設備的成熟之後 再加上電腦的運算能力的大幅的提升 所以讓我們能夠建構出很複雜很大的模型 來去對於未來做出各種的應用跟預測 那這是為什麼深度學習會在這時候 2010年代開始興起 直到現在還是人工智慧的一個主流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原因 好 那跟人工智慧的幾個相關的關鍵字呢 我想大家也必須稍微認識一下 就包含說人工智慧其實跟資料科學 Data Science 其實是有很大部分的重疊 因為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講到說 人工智慧的燃料就是資料 所以它勢必要我們必須對於資料做一些處理之後 未給人工智慧 那人工智慧 當然它不只包含以資料為基礎的方面 它其實在綠色的這塊裡面 其實有蠻大一部分是跟資料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當代主流的人工智慧是跟資料有關的 所以他們之間的交集呢 就是這邊的機器學習 那換言之呢 機器學習需要仰賴資料 從資料裡面去找出我們X跟Y 我們的變數跟我們的物語出目標之間的一個關聯 而當中最熱門的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深度學習的這個部分 好 那在進入很多 稍微需要花一點腦力理解之前呢 我們先給大家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讓大家感受一下你生活中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有 人工智慧的一個痕跡存在了 首先呢就是你在電商平台上面購物的時候 很多時候呢 你在上面瀏覽了一個網頁 那瀏覽了網頁之後呢 下面可能會跳出說你可能會喜歡什麼 那這個就是人工智慧幫你做出推薦的 它會根據你的瀏覽的紀錄 找出你可能會感興趣的商品 秀在下面 秀在下面的商品 很有可能去點擊 你去點擊就有可能會去購買 這些平台 這些廣告商 這些商品的提供者 他們就能夠因此獲利 那另外一個像是電腦的翻譯 機器的翻譯 你在Google的翻譯上面 你只要輸入一個 某個語言的文字 它就能夠自動的 即時的幫你翻譯成另外一個語言的文字 這是人工智慧的一個應用 因為它能夠找出 X跟Y之類的關聯 在翻譯這邊 我們X呢 就是我們某一種語言 像是中文的文字 Y呢 我們預測的目標呢 就是預測 它在另外一個語言的文字 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 其實最近NBA 是季後賽打得蠻火熱的 那其實大家或多或少 可能也應該有聽過說 可以用AI來幫忙分析戰術 AI分析戰術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說 譬如說 我給電腦機器很多過去 不同球隊 球員之間對戰的紀錄跟組合 那 是不是有機會呢 能夠讓我們幫球員做出其實的判斷 或是幫教練做出其實的判斷說 假設現在某個時刻 這個球場上面的比分 是 多少比多少 哪個球隊 現在持球的是哪個球員 那他對峙的是哪個球員 那在這個時刻他應該要把球 傳給他隊友裡面的哪一個夥伴才能夠獲得最高的命中率 那這些呢都可以透過很多 即時的辨識 譬如說去辨識人的年齡 人的表情姿態 他的心情是如何 甚至他的性別是男性或女性 既能能夠去 對於 譬如說 你在最後做結帳的時候 能夠即時的判斷說 究竟哪一個人 他的屬性年齡層是屬於哪個層級 然後他買了什麼樣的商品 既能能夠幫忙賣場做一些物流的管理 或是上架的一些配置的一些規劃 甚至在 那個展展會場上面呢 我們也可以了解到說 哪一個年齡層 哪個性別的人 他們停留在哪些攤位比較多 然後可以做一些人潮的管理 那這對於COVID-19時期 一些人流的分散的一些配置 其實也有蠻大的一個幫助的 那像是生活中 因為還有一些健康的管理啊 譬如說 其實透過camera去監測 一個人的那個臉部的姿態表情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 他的心率是多少 我們不需要使用一些 健康量測的設備 只要透過他的姿態表情 跟他臉部細微的動作 那我們就可以讓AI去辨識 這個人臉的姿態的一些 一些細微的變化 跟心率的關係 這個其實 其實技術上面都已經 可以做得到這些部分了 那甚至你的手機上面 有一些智慧型的助理 比如說你跟你的 如果你用iPhone的話 你的Siri講說 你可以跟他對話 那他會及時給你feedback 那他背後就是 就是有手機的sensor去感測 你說話的語音的資料 那語音的資料 他就能夠讓 繼續去學習說 長的什麼樣子的語音的資料 他對應的是什麼樣子的語言文字 那進而能夠讓我們去 就是讓電腦能夠去理解 然後理解之後 他再對應的 用一些更複雜的邏輯設計 去幫你找出 你可能想要獲得怎麼樣的回覆 然後最後 Output給你 這是應用在語音辨識 或是聲文辨識的一個範例 那其實像生活中大家 譬如說我剛剛開車進來 然後客車開進來的時候 其實進停車場的時候就有camera 即時的照射我的車牌號碼 我不需要去輸入 我也不需要去做一些人為的操作 它其實就能夠即時辨識出你的車牌號碼 然後讓你進來 那你有沒有繳費 後續也可以根據你的繳費的行為 然後允許你出場 這個就是應用人工智慧 應用在車牌辨識 它只需要camera去照射 辨識出你的車牌號碼 其實後面就可以幫你省下很多的時間 跟帶來便利性 那我們可以說 當代的人工智慧 其實就是機器學習 我們剛剛一直跟大家講到說 機器學習其實是找出 我們的變數跟我們的預測目標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把變數當成所謂的X 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我們 就是 就是所謂的 對於機器來講 就是它的考題 或是對醫生來講 我們要判斷這個人有沒有 有沒有某種疾病 就是它的症狀 或是說對於小朋友 你要去教小朋友去試字 去看辨識不同的動物 那 它眼睛看到的這些資訊 資訊的來源 資訊的基礎 就是所謂的X 而我們想要讓它去 讓一個機器 讓一個醫生 讓一個小孩 讓一個考生 去做判斷的時候 然後判斷的結果 你想要讓它去判斷什麼 這個東西 叫做我們的Y 我們的最重的 那個預測的目標 所以對於機器來講 你可以當成是 它是一個小孩 你在 學習建構一個 機器學習的一個方法 模型的過程中 就如同 你在教一個小孩 讓他學著去辨識某些東西 你讓他看很多東西 譬如說你看他看很多圖像 然後每一個圖像呢 你跟他講說 這是狗還是貓還是牛 那經過很多次的訓練之後 他可能就逐漸的學會了 或者是說 你一個高中生 你要上指令科目考試之前 你可能需要 讓他做很多的練習題 每次他在做練習題的時候 就是 你在跟他講很多題目 每次做完題目之後 他會對答案 他就有Y 所以他做很多這樣子的題目之後 他腦中就會建構出一個 從X看到題目 然後做出正確答案Y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把這個過程當成是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 這個方學F 換言之呢 你腦中不斷地被訓練 一個小孩不斷地被訓練辨識物體 然後一個 那個醫學系的學生 不斷地被訓練看到什麼症狀 就要判出什麼疾病 或者是像剛剛講的一個 高中的考生 不斷看到題目之後 他就會知道判斷 這個答案是什麼 他腦中就在學習建構出這個方學F 以後呢 如果有一個新的題目進來 他只要 因為他腦中學到的這個方學F 他就能夠做出對應 他認為正確的一個決策 一個實習生 實習的醫生 他只要看到病人 有一個某些初步的症狀 他就能夠正確判斷說 這個人有沒有罹患流感 所以類似的idea 就是我們所謂的機器 讓他學習的過程中 就是讓他去設法找出一個 從X到Y之間正確的對應的關係 把這個關係表示成這個 Function F 這個函數F以後 我們就可以拿它 重複地來做使用 就譬如剛剛前面講的 車牌辨識的例子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讓車牌辨識 看過很多車牌 跟它對應的號碼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車牌的影像 作為X Y就是它辨識的結果 看過很多次很多次 去學習到 我們如何辨識的這個Function F之後 以後如果有新的車牌進來 我們就能夠讓它做出 正確的一個判斷的一個結果 所以簡單的要說明什麼是AI呢 它其實就是從 從資料中 找到函數F的一個過程 這個資料是什麼呢 這個資料其實就是 我們要給它很多個考古題 那考古題有它的題目X 跟它的答案Y 我們要跟它講很多這樣子的題目 跟答案 讓它不斷地從這些歷史過去的經驗裡面 去做學習判斷 判斷出來的一個結果 它會把它儲存 表示成一個這個Function F 以後我只要用我腦中 用這個機器的計算的核心裡面的 找到的這個Function F的這個數學的模型 它就能夠對於新的資料 這個新的影像進來 它就知道說 要把它判斷為是花的這個物體 所以我們把剛剛上面所列的例子 全部都整理出來的話呢 其實無非 其實你就可以想像說 它其實真的就是一個從X到Y的一個過程 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到了很多的商品推薦啊 翻譯啊 戰術分析 人臉辨識等等 那我們目的就是希望說 找出X跟Y之間的關係 你要給不同的應用 不同的X 譬如說商品的推薦好了 我要給這個Function F 去找到它跟X到Y之間的一個關係的這個時間點 我必須要跟他講說 這個使用者 他目前在過去瀏覽過了哪些商品 他瀏覽過了鍵盤滑鼠跟硬碟 那他瀏覽過這個商品之後 他接下來在下一個時間點 在下一個小時的時候 他會瀏覽什麼商品呢 以後他會瀏覽的商品就是我們預測的目標Y 所以我們最終預測的目標Y是 給這邊的X 然後我們Y去判斷說 他接下來會購買或瀏覽什麼商品 那其他的例子也是一樣 都是找出X跟Y之間的關係 因此我們對於不同領域的應用 我們就要用不同的 該領域裡面的一些技術方法 來找出所謂的Function F 讓我們能夠幫忙做出正確的判斷 不管是心率的辨識人類的辨識 其實都是類似的一個idea 好 那 你會好奇這個Function F究竟是長什麼樣子吧 因為大家到這邊或許就能夠稍微知道說 人工智慧就是要找出一個X跟 X到Y之內的關係 我定義不同的X 定義它對應的Y 那機器就能夠從中找到這個X跟Y之內的一個關聯 那這個F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F到底究竟是什麼呢 那以下呢 我們就是用很簡單 雖然說很簡單 但是應該是今天的Talk裡面稍微複雜一點點 需要稍微讓大家畫一點腦筋 稍微轉一下的一個部分 這個當代人工智慧的技術呢 其實就是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裡面的一個主流的方法呢 叫做這個神經網路 那神經網路是什麼 我們就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神經網路呢 就是這邊的所謂的函數F 好 那這個神經網路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長得很像這樣子很複雜的一個結構 它是從左邊到右邊這樣子觀看的 左邊呢就是我們的輸入 就是我們的X 右邊呢就是我們的輸出 就是我們的Y 譬如說我們想要去判斷這張圖片 它究竟是狗還是貓 好 那我們就把狗跟貓的像素 它是一張256乘256的一張圖片 然後輸入作為這邊最左邊的輸入 所以這邊有256乘以256的輸入 很多個輸入 然後它的輸出呢就是最終 讓我們判斷 它究竟是哪一種動物 這張圖片究竟是哪一種種物 所以我們有一個X到Y 那中間的很複雜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Function F 那中間這些Function F呢 你會看到說它是一個 一層一層的一個結構 這邊是第一層 這邊是第二層 第三層 第三層之後 最終才是我們的輸出 好 那我們在這邊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那究竟中間 這個究竟在做什麼事情呢 你會看到好像很複雜的結構 那我們先不要管那麼複雜 我們先來管這個一個圈圈它在做什麼事情好了 這個一個圈圈它在做的事情其實是 就是在這個變數之間畫一條線 這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們先來看一個圈圈 這個紅色的圈圈就是上一頁的那個很複雜的圈圈 很多圈圈裡面的其中一個 我們先來看一個在做什麼事情就好了 一個在做什麼事情呢 好 那假設我們現在判斷一張圖片它究竟是狗還是貓好了 那我們總是要有某些量化狗跟貓的一些特徵或是變數吧 那假設我要判斷狗跟貓 我想要用這張圖片裡面貓的出去程度 來作為一個量化狗跟貓判斷的一個面向 以及我想要看說這張圖片裡面 那個毛的平均長度來作為判斷 這是一張狗或貓的一個圖片的一個依據好了 那每張圖片呢 我都能夠計算得到它的X1跟X2的這兩個變數 好 那換言之呢 每一張圖片它其實都會有一個坐標 這個坐標就是X1跟X2 它會點在這個坐標空間上面 好 那假設這隻狗呢 它是點在這個地方藍色的這個點點 然後這個貓呢 它是點在紅色的這個點點 好 那我們有很多點點 剛剛講的呢 我們只是有兩張圖片 那事實上我們可能獲得好幾千張或是好幾萬張 或是好幾億張的照片 它就點在這個坐標空間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點點 那我們目的呢就是希望說 好 那你能不能夠幫我找出一條判斷 這是一張圖片 究竟是狗或貓的一個決策的一個邊界 決策的一個判斷的線 白話來說的話就是 我們要如何在這個坐標平面上面切一刀 切一刀之後 我們就可以以這刀作為一個依據 這刀的某一邊它就是狗 這刀的另外一邊就是貓 以後呢如果有一張新的圖片進來 我只要看它的毛的出息程度 跟它的平均長度 它只要看到它坐標都在這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呢 是這條線的某一邊 比如說這一邊的話呢 我們就判斷 判斷為是狗 那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這一刀呢 就是數學上面的 HyperPlan 就是我們判斷這張圖片是狗或貓的一個重要的依據 所以以後呢我們就只需要用這條線 然後每一次有新的圖片進來 我只要把它的出息程度跟長度 算傳之後 我就會看它落在哪一邊 我就會知道說它是狗或貓了 這個就是一個圈圈在做的事情 OK 所以我們可以回到這邊 它這個呢就是上面這邊一個圈圈 它在做的事情了 好 那有了一個圈圈之後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就要組出 這麼多圈圈到底是在 他們究竟是在做什麼事情呢 大家只要先記得一個圈圈就在切一刀 好 那可想而知 我很多圈圈就是好像要做很多刀的一個切割 所以一個神經往路的學習的過程中呢 我就是要嘗試做 我就是要嘗試做很多種組合 因為我很多種線可以成為這個切割的那條線嘛 我要嘗試的把這條線找出來的過程中的這個技術 就是我們深度學習的核心演算法在做的一個事情 我們很多條線 我們要找出最好的那條線出來 它能夠幫我們做出最好的一個判斷 把狗跟貓切開來 好 那 那假設 真實世界不是那麼的完美 就是我們有很多 狗跟貓的圖片 他們的出去長度跟毛髮的那個長度呢 他們分布出來的狀況可能長這個樣子 可能藍色的是狗呢 紅色的是貓 那你會看到說 哇 這麼複雜的一個分布 紅色跟藍色分 都交錯在一起的 怎麼可能用一條線把它切開來啊 不可能嘛 我也覺得不可能啊 那既然一條線切不開來 那我們可以用兩條線啊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跟大家展示說 欸 我們的一個神經網路的一個圈圈紅色的呢 就是在切一條線嘛 好 那我就讓它切一條線 它可能切得不好 很明顯的 它就是沒辦法把紅色跟藍色切開來 那我就用第二條線來做切割吧 就是加第二個 這個所謂的神經源 加進去之後它又切了一刀 那你會說 欸 這個這一刀看起來你也是在亂切啊 好 那 那是因為你只看了我切兩刀 你如果看了我切了十刀之後 你就不這麼認為了 譬如說我切了十刀之後 好 我假設也切了很多刀了 切到這個十幾點 你會看到說我真的還是在亂切嗎 你會看到說 好像同樣顏色的點點 就是同樣顏色的一個類別 狗或貓 它們被劃分在同一個區域裡面了 其實我並不是在亂切的 這些每一個圈圈 它們是 並不是單一的來看 它們必須集體的來看 你才能夠看出它們的一個效果 OK 這個就是所謂的 一排的神經源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切了很多刀 好 那我切了很多刀之後呢 在神經網路裡面 還會有第二個步驟的一個轉換 之後轉換很神奇的呢 它是一個所謂的一個 非線性的一個轉換 它很神奇的在做一件事情是 重新組織這些點點 使得那些同樣顏色的點點呢 被投影到一個新的座標空間 左邊這個是原本的座標空間 那我把它投影到一個新的座標空間 使得藍色的點點靠在一起 紅色的點點靠在一起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新的座標空間裡面 如果要把紅色的點點跟藍色的點點 切開來的話呢 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這個就是一個層 一個所謂的神經網路隱藏層的一個意義 就在於兩個部分 第一個呢 就是不斷的去做切割 把同樣的顏色的點點 框在一起 第二個呢 就是在做重新組織這些點點的位置 使得相同類別的資料點 能夠被靠在一起 那我們在後面比較容易的呢 就能夠找出一條線或是一個平面 把不同的類別的資料點把它切開來 那這就完成了一個隱藏層在做的事情了 那我們可以重複這個過程很多次 就能夠形成很多層 就如同前面所展示的很多層的一個神經網路了 這個就是FunctionF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數學裡面 其實我們要表示一條線 我們會用一個函數嘛 所以如果我們在一個神經網路裡面 用這麼複雜的一個結構 它所表示出來的是一個更複雜 它可能不只是一個線或是不只是一個平面 它是一個更複雜高尾的一個曲面的一個結構 來切割不同的類別的一個資料點 我們只要找出這個切割的這個平面 那其實就能夠讓我們在未來應用的時候 看我們的新的資料 它是落在什麼地方 我們就能夠做出對應的一個準確的一個判斷 我們初步的跟大家講完 什麼是人工智慧了 接下來我們要跳到什麼是網路世界 我們剛剛講的是機器 它在做什麼事情 機器它其實在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做出 準確的判斷跟預測 它需要X跟Y 然後它的核心就是要找出那個FunctionF 那它的換言之呢 你的X是什麼 其實就決定了你可能可以引發什麼這樣子的應用 我的X如果是影像圖片的話呢 我就可以拿來辨識人臉 我可以拿來辨識車牌 我可以拿來辨識那個自駕車裡面 這個車子走到這邊 它究竟應該要怎麼樣做判斷 應該往前往後 或是說加速等等的 我的X是什麼就定義了我的應用的一個範疇 我如果X如果是文字的資料 我就可以去判斷說 譬如說我就可以讓機器自己去讀法律的條文 然後去判斷說這個人可能是不是有 犯什麼樣子的哪一個法條 或是說讓機器去讀新聞的文字 然後去判斷說這是新聞是不是假新聞 我的資料就決定了我應用的一個範疇 那現在呢我們要介紹的網路世界 就是要介紹網路的資料是什麼 然後跟大家闡述說網路呢它可以拿來描述很多不同事物的關聯 那它就可以作為人工智慧的一個輸入的一個X 然後就能夠引發我們等一下最後要跟大家介紹到的網路的人工智慧 好那大家對於網路的想像 我想就是很多人應該對於網路一聽到 就是在想說就是使用Google嘛 我是手機打開連上Google 然後或是打開你的App打開你的IG打開你的Facebook 我就連上網去跟大家交流感情或是跟大家互動 這是大家對於網路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認識 生活中的一個認識 但事實上要跟大家講的是網路它其實是一種表示資料的方式 它能夠表示很多不同事物之間的一個關聯 那以下呢我們就用一些例子跟大家讓大家了解到說 生活中很多網路其實已經存在在你的生活中 並且帶來一些便利性 這是網際網路 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它其實有很多點點跟連線所構成 每一個點都是一個網頁 網頁跟網頁之間如果超連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連線起來 就可以勾勒出一個很複雜很巨大的一個網際網路 你可以想像說全世界的網站或是網頁 它是術以照為單位都不為過 那這些網站之間的一個超連結 勾勒出的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網際網路的一個結構 那另外一個例子呢像是電力的網路 電力的網路裡面呢我們每一個點點呢都是一個實體的電力的設備 譬如說它可能是一個那個發電廠 變電所或是變壓站變壓器等等的 那如果這些實體的電力設備之間有 那個線路的連線的話 電力線的那個配送的那個連線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建立出一個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網路的一個結構 那這是美國的那個電網 你可以看到說在美國電網裡面的分布呢 是東彎這邊它分布的比較密集 然後在中西部這邊呢是分布的比較稀疏 那當中你可以看到不同顏色是代表不同 成績的那個電壓的一個幅度 所以因此 其實描述大家 提供給大家電力來源的就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電力的網路 不管是在美國在台灣也是一樣 它其實是一個網路的一個結構 交通也是一個網路啊 交通裡面每一個 就是交通的一個樞紐 像是公車站 像是機場 像是那個地鐵站或是火車站都是一個節點 那如果兩個交通的樞紐之間如果有線路的聯繫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勾勒出一個交通的網路 這個交通網路可以是陸海空都可以 就是如果是航線 或是航線可以是飛機的航線或是船的航線 或是那個鐵路的航線 我們都可以把它集結起來 形成一個龐大串連全世界不同地理樞紐的一個交通網路 這也是一個網路的一個結構 那其實人體裡面有一些很複雜的化學的互動 那譬如說像左邊這邊這是一個例子 這它展示的是蛋白質跟蛋白質的一個互動 人體有很多蛋白質 每個蛋白質有不同的功能 那某些蛋白質跟蛋白質之間會形成化學作用 我們如果把這些化學作用 會一起形成某些化學作用的化學分子 蛋白質把它聯繫起來 我們就可以勾勒出每個人人體的這個化學 那個蛋白質跟蛋白質互動的一個網路的一個結構 那當然一些這個基因蛋白質的一些更複雜的結構 他們也可以勾勒出一些不一樣的生化網路的一個形態 那甚至如果在座有一些研究生或是大學生 你們有在看論文的話呢 就知道說論文之間其實也會相互引用的 我一篇論文它可能會引用其他篇論文 譬如說我可以把一篇論文 就是某個領域裡面高引用的論文把它找出來 然後去看說原來這篇論文它來自於化學的領域 那它引用的哪一篇來自於其他領域的論文 它可能來自引用的那個 生物醫學領域的論文 我就可以建立這樣子的一個連線 我就可以勾勒出全世界論文引用的一個網路結構 盡能夠去了解到說哪些學科之間是比較有關聯 或是找出哪些研究的成果是跨領域的研究成果 因為這些在不同領域之間的那個連線的那個 兩端的那個論文就可能是跨領域的一個論文 我們就可以知道科學的一些發展的一些狀況是如何 這是論文引用的一個網路 物聯網其實也是 物聯網可能是代表說 每個節點是一個實體的設備 設備跟設備之間有一些訊號或是資料的一個傳輸 跟溝通的話呢我就可以建構出物聯網 譬如說像你在智慧家庭裡面 你的家裡面的冷氣電冰箱電視 他們可能都是透過你手上的一些數位 智慧家庭的一個裝置所聯繫起來的 這個是物聯網的一個結構 那人腦其實也是一個網路啊 人腦其實很多科學都已經發現說 它是有很多神經元 彼此之間透過神經的傳導物質 所勾勒出來的一個巨大龐大的一個網路的一個結構 所以你其實人腦裡面就是一個網路了 那最後就是大家平常都在用的社群網路 在社群網路裡面每一個點點就是一個人 那如果這兩個人之間是朋友的關係的話呢 我就可以幫他們建立出連線 那這張圖是什麼呢 這張圖它講的是 我可以把社群網路裡面的每一個人 點在他最常出現的地理的位置上面 所以我把每個人點在他最常出現的地理位置上面 譬如說他可能是他家好了 那接著呢如果兩個人之間有朋友關係的話 我就用一個很淺的連線把他們連起來 那因為我使用Facebook的User很多 好幾十億的人使用Facebook 所以我點起來的結構就很密集 就可以甚至可以勾勒出世界地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Facebook的使用狀況是 這邊美國很多人使用 那當然比較偏郊區的地方就比較沒有人使用 歐洲有很多人使用 亞洲這邊好像沒有什麼國家一樣 台灣是在這個地方 台灣很亮 台灣可能跟附近的一個國家像是新加坡啊 或是日本啊 甚至韓國都有一些來往這邊有一些淺藍色的區域 但是這邊好像是沒有國家的 就是我就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地方了 所以大家可以藉此去瞭解到說 這個世界 各個不同區域使用Facebook的一個狀況 那我要講的就是它是一個社群網路 它是由人跟朋友關係所扣勒出來的一個網路的一個結構 好那大家看了那麼多的例子 其實說穿的就是長這樣子 它就是網路的結構 它是一種資料 它是這種有點跟連線所構成的一個結構 剛剛所有的例子都是這個東西 就是有很多黑色的點點 然後跟點點之間的一個連線 如果用在社群網路的話呢 其實就是使用者 User就是點點 朋友的關係呢就是連線 所以我定義了什麼是點點 定義了什麼是連線 就定義了這個網路的結構 表示哪一個領域的一個資料 我定義了每個點點的是一篇論文 然後連線呢是引用的關係 那它就是一個論文引用的一個網路 我定義了每個點點 它是一個電力的實體的設備 然後線呢是電力的傳輸線 那它就是一個電力的一個網路 所以到這邊大家或許應該就能夠感受到說 原來網路是一種描述不同事物 不同人事實地物之間關聯的一個結構 用結構來表示資料之間的一個關鍵性的一個 一種一個概念 它不再是一個大家連線網路的一個動作 它其實是一個表示資料的一個方式 到這邊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所以我如果要後續給人工智慧做使用的話呢 我要有所有的X嘛 那我如果X是這個網路的結構的話 那它能夠引發什麼樣的應用呢 這個就是待會兒我們第三個部分要跟大家做介紹的 OK 那 講了這麼多網路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是 其實研究網路的資料 研究網路的網路結構的資料 其實也是有蠻長的一段歷史的發展 也是大概將近一百年前就有很多數學家 物理學家他們就在研究什麼是網路 網路有什麼性質 接下來我們就要跟大家講到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網路嘛 就是而且這個網路是來自於 各式各樣不同領域的網路 那事實上網路呢 用網路來描述不同領域的資料 所建構出來的網路千變萬化 那這些網路有什麼共同的性質呢 網路的結構 網路的資料裡面有三大法則 那了解這三大法則 你會更清楚 網路究竟是長什麼樣子 你現在或許對網路的想像 就是點跟連線形成的一個結構而已 但是它的變化是千變萬化的 那我們透過這三個法則的跟大家介紹 你就會更清楚知道 一個網路呢 它可能能夠發揮什麼樣子的作用 能夠扮演什麼樣子的一個角色 而第一個網路資料的三大的普世規則 那第一個呢 就是小世界的現象 就是大家講的small world 這個small world最早呢 是這個Stanley Milgram提出來的 他是一個社會心理學家 他做了一個實驗 那他當時做的是一個實驗 是在美國的Omaha 他找了一群人 兩百多個人 然後給他們實體的信件 告訴他們說 請你們把這兩百多封信件 遞交給一個在波士頓的一個 股票經紀人的手上 而這兩百多個人 一開始的這兩百多個人 他們是完全不認識這個股票經紀人 他們只知道說這個人 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必須透過他們朋友的力量 先把信件交遞給 你認為你哪些朋友 最有可能幫忙間接傳遞信件 到這個波士頓的股票經紀人的手上 透過這種間接信件傳遞的一個方式 來看說 究竟我把這兩百多封信件發出去 他們不知道目的地的那個人的地址 也不知道他住哪裡 只知道這個人的人名而已 只知道這個人住在波士頓 他是股票經紀人而已 好 那 經過這個實驗 他一開始雇了將近三百個人 去做這個實驗 然後最後呢 64個人 成功的間接透過信件的遞交 把這個信件 成功交到那個股票經紀人 在波士頓這個人的手上 那他就去分析說 這64個人成功遞交到目標的這64個人裡面 他們中間經過了幾步呢 他發現他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分布的統計 這邊的橫軸是代表說 花的步數 這邊的縱軸呢 是代表有多少個人 花了這樣子的一個步數 達成這個信件成功傳遞的一個任務 那他去計算說平均而言呢 大概花大概五步到六步左右 是最多人花的步數 就可以成功把這個信件間接遞交給 波士頓的那個人的手上 那這個六步是什麼呢 這個六步指的是說 假設這個A這個人是在 那個歐馬哈 然後B這個人呢 是在這個波士頓目標的那個人 他間接透過把信件先交給他的朋友 這個人他在交給那個 他認為很有可能也有機會把信件 最終傳遞給B這個 波士頓這個人手上的一個朋友 間接這樣遞送 中間經過了六步 這個就叫做 剛剛這個所謂的遞交間接透過六步的 這個過程 那他發現說平均而言 每個成功的人 如果把他們步數算一個平均的話 大概是六步 換言之 你可以想像說 他透過這個實驗 就是在量測 那一個存在你我之間 無形的人際網路的長度 究竟是有多長多寬廣 他發現只需要六步 我就可以把一個信件 傳遞給一個不認識的人的手上 而且這兩個人是落在美國兩地 蠻遠的一個兩地之間 OK 所以這個就是知名的六度分離 也是知名的小世界理論 他認為說 聯繫這個世界上 任意兩個人之間的網路的結構呢 是不會很寬廣的 不會拉得很長 任意兩個人之間間接的關係 大概就是六步左右而已 他的一個小結論 那當時其實在1967年代 那時候也沒有網際網路 那時候也沒有電腦 也沒有一些通訊的設備 所以後續的很多學者 他們就嘗試的想要去重現他的結果了 在1990年代呢 就是有人用Email來重現他這個實驗了 他這次的範圍更廣 他總共有六萬多個參與者 然後呢 當中有四百多個人成功 也是一樣從A這個人的Email的信箱 指定某個遠方的人要去做Email的遞送 但是你每次只能夠遞交給你的朋友 你的通訊錄裡面的一個朋友 最終他獲得的是平均人際網路的一個 人跟人之間的一個長度是四步而已 哦 更短了 那在2000年代 那時候我可能還是高中生大學生嘛 那時候Microsoft很紅的一個集資通訊軟體 叫做MSN MSN上面也有人 2000年代也有人做一個實驗 他發現平均的步數是6.6步 直到說2010年的年代 有人在用Facebook又重新做了一次實驗 他發現只需要4.74步 所以在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社交的溝通的方式 跟不同平台上面 其實都一致的獲得說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間接的關係 這個人際網路 人兩個人之間的那個距離 步數其實不需要很多步 大概4步到6步 其實就能夠聯繫 這個世界上裡面的任意一個人 譬如說我跟美國總統拜登之間 可能或許只需要透過 4步到6步就可以到了 譬如說我可以透過 透過那個廖校長 然後廖校長可能認識 那個台南市長 市長認識總統 總統又認識 美國的一個重要的官員 這樣其實就是4步到6步之間的距離 就可以抵達了 所以其實這個想像 其實感覺是不會太超乎我們的預期 那他所引含的含義是什麼呢 他引含的意含就是 資訊得以快速傳播 因為這個網路其實不會很龐大 你只要間接透過幾步 就可以把這個訊息傳遞到很遠的地方去 那同樣的這個人際網路 特別是人的實體接觸的這個網路 也是同樣是這個4步到6步之間的距離 就能夠涵蓋大多數的人 因此COVID-19疾病的擴散也變得很容易 因為它只需要透過幾層幾步的擴散 它就能夠影響到很多人 所以這也是疾病為何能夠擴散 因為人的人際網路結構的這個連結的 那個長短的長度太短了 而且太密集了 所以此的病毒跟資訊得以快速的傳播 它有好處 但是它也帶來一些危機 所以說人家都說在COVID-19時期 你盡可能的不要去跟人家做實體的接觸 就是設法去加長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這個距離不只是實體之間 你跟我之間1.5公尺的距離 我們如果少來往 這個來往是指實體的來往 我們如果少來往的話 我就可以 如果我要reach到另外一個人的話 我就需要用比較長的步數 才能夠reach到另外一個人 那之後就會減緩病毒 或者是減緩這些疾病擴散的一個速率 好 但是這個小世界現象有什麼特別的呢 其實你仔細一想 你用數學的公式一想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其實再品嘗不過了 為什麼呢 你就想嘛 假設你有100個朋友 那你的每個朋友也有100個朋友 好 那你的朋友跟你的朋友的朋友 加起來其實就已經能夠reach到1萬個人了 那你的朋友的朋友每一個人也都100個朋友 那就是你的第三層的朋友呢 就是有100萬人了 那如果我繼續往下做推廣 你的五層之外的朋友就是100的五次方 換言之呢 你的五層之內的朋友就有100億人了 那這個故事這個簡單的計算不就告訴我們說 那你跟我說小世界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每個人只要有100個朋友 那往下推廣五層 其實你就能夠聯繫到世界上所有的人了 那真實是這樣子嗎 你認為真實的人際網路是長這樣子嗎 這個是你 你有固定的認識的朋友數 你的每個朋友也都有固定的朋友數 那所謂的人際網路應該是長這樣子的一個結構嗎 難道你的朋友之間就彼此之間就不會有認識的關係嗎 好像有點奇怪哦 好像還少了什麼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第二個就要跟大家講的 除了小世界的現象之外呢 網路資料的第二個普世規則 這個第二個普世規則 它描述的事實呢 就是你的朋友之間也很有可能形成朋友的關係 這個第二個性質呢 叫做群聚效應 這個群聚效應最常發生在 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有這個群聚效應 譬如說假設這個人是你 這個中間的這個點點是你 那你有很多朋友 你可能有 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 那你的家人之間也是彼此認識的 那你可能有高中同學 那高中同學彼此也是認識的 那你可能也有大學的朋友 大學的朋友裡面可能也是有來自同一個老師 指導教授的朋友等等的 換言之 你的朋友之間 可能根據你的朋友的來自 得不同的來源 你的朋友之間也可能會有相互認識的關係 所形成的結構 就是人際網路的一個第二個重要的性質 群聚效應 那群聚效應這時候也會發生其實就是物以類聚 就是擁有共同興趣的人 或擁有共同類似屬性的人 他們會比較有機會相互往來 然後進行互動 而對於每個人來講 你的不同的社交圈其實就是不同興趣的人 那他們之間也會有比較大的機會 會形成朋友的一個關係 這個就是社群網路的一個群聚效應 我們可以具體的拉近來看 這個人是你嘛 那你的朋友 譬如說我如果有四個朋友的話呢 那最理想的是四個朋友之間 可能都形成朋友的關係 但是這個機會是有 都有認識的關係 那這個比較像是真實的狀況 會有存在於某些你的朋友之間呢 會形成朋友的關係 那即使是有部分 它也是形成了所謂的群聚的一個效應 所以第二個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的朋友之間呢 也很有可能彼此之間是朋友的關係 然後第三個要跟大家講的法則呢 叫做度常微法則 這個度是什麼呢 這個度是指你的朋友 有多少個人 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朋友數 那在講度常微法則之前呢 大家可以先猜猜看 左邊這張圖 左邊這個網路 跟右邊這個網路 哪一個才是真實世界的網路的長相呢 是究竟長得很像左邊這個 每個人的朋友數都差不多 每個人的朋友數大概都是兩個三個到五個 或者是像右邊這邊 存在的少數的人他有超多朋友 但是蠻多人的朋友數其實也沒有很多的 大家認為呢 是多數的網路的結構是長得像左邊還是右邊呢 OK 就是跟大家講其實是像 比較像右邊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那右邊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我們要如何去描述比較左邊跟右邊這兩個結構呢 我們就把朋友數找出來 每個人的朋友數把它找出來 然後朋友數放我的橫軸 我中軸是指有多少人 擁有這樣子的一個朋友數 對於左邊來講 它其實比較像一般的那個 那個常態分布 朋友數 落於平均值的人是比較多的 那小於平均值跟大於平均值的人是比較少的 換言之呢 在左邊這邊來講 大多數的人可能是 朋友數大概是三到五個左右 那對於右邊來講就不一樣了 對於右邊來講 你的朋友數 事實上你的橫軸 中軸也是一樣你的 有多少人有這麼多的朋友數 你把它畫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擁有朋友數少的人其實還蠻多的 那擁有很多朋友的人呢 是還蠻少的 那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分布的狀況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密刺法則 或者叫做所謂的腸尾效應 那這個腸尾效應是定義在肚 所謂肚呢就是我們的朋友數 所以叫做肚腸尾法則 那肚腸尾法則的這個尾巴可能很長 很長的意思就是說可能存在 少數的人他的朋友數超多 譬如說大家可能看到說 譬如說以Facebook來講的話 或是IG來講的話 有些網紅他的follow or followe 他follow的人或是他被follow的人是超多的 可能是好幾十萬或是好幾百萬超多 所以這個朋友數的這個尾巴 可能會定義在很長很後面很右邊的一個位置 那對於一般我們老百姓平民 或是一些普通人來講呢 我們的朋友數可能就是 譬如說一兩百人就已經很多了 那這種人是很多的 所以他在左邊這邊呢 他的累積的使用者數是比較高 是在左邊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可以 在數學上面呢 我們可以對於這個腸尾的分布 我們可以把兩邊都取log 把兩邊取log之後 因為他的scale就被縮放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比較好去觀察這個分布的一個性質 我們把兩邊都取log 我們把log使用者數把它取log 然後朋友數也把他取log 我們可以發現說取完log之後呢 他其實是近似一條協力為負的一條線 好 那究竟我們剛剛講了 既然它是一個普世規則 普世的法則 那應該要在很多網路上面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發現才是啊 事實上我們確實是如此 我們在文獻裡面也告訴我們說 不管是社群網路所找出來的這個 橫軸都是朋友數取log 重軸呢 都是使用者數取log 之後你會發現 社群網路 論文引用網路 或是網際網路 電力網路等等的 很多網路的結構 我把兩邊取log之後 朋友數跟使用者數取log 基本上都是follow一條協力為負的一條線 很神奇地存在於各個不同的領域 跟各個不同的網路上面 都有這樣子的線性質 所以它才會被稱作是一個 網路結構資料的一個普世的規則的第三個 因為它是普遍存在各個網路裡面 所以透過這三個法則 OK 我這邊還沒有要講完 我想要跟大家解釋 因為這個是還蠻神奇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發現 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鍍藏迴法則呢 其實這個聖經跟老子 已經告訴我們這件事情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鍍藏迴法則呢 就是 為什麼會存在這種 就是所謂的 少數人 他的朋友很多 多數人 朋友數很少的這個狀況呢 那 在聖經的馬太福音告訴我們說 凡有的還要給他 叫他有餘 沒有的 你連他所有的都要把他剝奪去 就是 你如果有很多的話 我會載你更多 你如果有很多朋友的話呢 我還會給你更多朋友 讓你的朋友更多更多 這是馬太福音講的 那老子講什麼呢 老子講的話裡面 《道德經》裡面有一句話講說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 對於人來講 他是損不足以奉有餘 他是把那些沒有錢的人 身上的錢拿去給有錢的人 讓有錢的人變得更有錢 這是老子《道德經》這句話所闡述的事實 那 其實很多像經濟學家Herb Seaman 他有講過負責預付 或是在社會學上面有一個法則 就是篇負一號法則 他指的是說 在一個人際網路裡面 新進來的人 他會傾向於跟一些名人 或是有名的人建立朋友的關係 那其實這個效應就如同 像一些名人效應或網紅效應 有些名人或是網紅 他們已經很有名了 那他們粉絲數 一定還會在網上增加 因為一般的人 加入這個社群服務的人 他們有比較高的機會 去跟這些名人 繼續建立連線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朋友數的人 他們就會加速累積他們的朋友數 形成所謂的一個所謂的 剛剛講的那個杜常偉的法則的 這樣的一個效應 這個例子其實跟在科學上面 其實也是類似的狀況 就是說那些有錢的人 他們會變得更有錢 那些大家可能或許聽過說 八十二十法則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財富 落在百分之二十的人的身上 或是說 這個八十二十法則 也適用在一些 像論文引用素一樣 你是作為一個研究生 或作為一個科學家研究人員 你要去寫論文 你要引用別人 你當然會去引用那些很有名 知名的論文 你比較不會 相對來講機會比較小 去引用那些不知名的論文 這樣會使得那些知名的論文 不斷地變得越來越知名 引用素不斷地被提高 那就這就形成了 論文引用網路的一個 杜常偉的一個法則 效應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些呢 其實過去聖人的知識 其實都 都間接闡述了一些 我們觀測到 用先進的方法觀測到 這些網路資料的一些 普世的一些規則 好 所以到這邊 或許大家經過這三個法則的一個 就是初步認識之後呢 你就可以知道 原來現實生活中的不同的網路 存在著三個普世價值的法則 一個呢是小世界的現象 使得訊息資訊 可以用很少的步數 就可以擴展到很多人身上 第二個呢是群聚效應 你的朋友彼此之間 也很有可能是朋友的關係 第三個呢是 這個杜常偉法則 就是少數的人擁有很高的朋友數 多數的人擁有的朋友數是很少的 那它可能是來自於一些 網紅的效應 如果是在社群網路上面 所以大家 對於這樣子三個法則之後 你應該就能夠知道說 我們現在所謂的網路的資料 要跟大家講的是 具有這三個性質的網路的資料 而且來自不同的領域的 網路的建構的結構 都具備這樣子的一個 這三個性質 那如果對於網路世界有更多想要認識的話呢 這邊我推薦幾本科普 都有中文的翻譯 如果大家有感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看他們介紹更多 關於網路資料的更多的普世的規則 那也展示了很多例子 去闡述給大家說 這些規則是如何影響人的生活 好 接著我們要進入今天的重頭戲的網路人工智慧 我們要把我們剛剛介紹到的網路的資料作為X 作為我們要找的人工智慧 找到了X跟Y之間的觀點的這個X 那網路人工智慧為什麼會誕生呢 因為資料取得容易 所以它變得容易誕生了 為什麼資料取得容易了呢 在過去 我們就以人際網路來想像好了 你就想像一百年前 其實你很難像Facebook或IG那樣 能夠讓你很方便的能夠收集到人際網路的資料 因為所謂的人際網路是存在每個人的腦中 你認為你認識的哪些人 另外一個人認為他認識的哪些人 我必須把所有的人 認為他認識哪些人的這個知識 把它集結起來 我才能夠勾勒出一個人際網路 所以以前呢 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人際網路 都有一個部分的人際網路 OK 那這個人際網路是你很難收集得到的 那並不是說收集不到 你還是可以收集得到 但是呢你可能必須透過一些問卷調查 我發問卷給你 發問卷給在場的所有的每個人 然後你每個人要幫我填說 你認你的一百個朋友 跟你最熟的一百個朋友 也要幫我填出這個列表 那我就必須把這一百個人的朋友的列表 把它收集起來 我才能夠建構出一個 這個所謂的社區網路 但是這樣子其實是有一些問題的 因為問卷 發問卷 一方面你要花錢 一方面每個人對朋友的定義不一樣 對我來講 我可能是認為說 你要跟我有工作上的往來 要跟我吃過飯 我們要夠熟 你跟我才是朋友的關係 那對於另一個人來講 我們只要見過面 講過一兩句話 我們就是朋友了 每個人對朋友的定義不同 所以會導致資料 這個社區網路建構出來的資料 有所偏差 再加上我發問卷 是有地域的限制 我不可能發問卷給全世界 一兩億的人去調查他們的人際網路的結構吧 這是在過去 那隨著2000年之後 數位通訊技術的發達 使得我們能夠用這些電子化的一些方式 像是透過Email 透過社區網站 然後透過一些線上的服務 透過Google 入口網站的平台 我們得以很方便取得使用者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是大規模是很大的 而且這些資料是反映使用者 真實在線上生活互動的一個紀錄 這些紀錄能夠讓我們 獲得比較大量 而且足夠 並且有代表性 而且跨國 跨單位 跨組織的一個大型社群網路 讓我們能夠有這些充足的資料 做很多上述的網路性質的分析 或是接下來要講的網路的人工智慧 所以是因為速匯化通訊的成熟技術 儲存的方便 使得資料取得便利了 品質提升了 所以網路人工智慧才會應運而生 大概是從2005年之後 隨著Facebook的興起之後 才慢慢一直到今日 帶來很多不同的一個應用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網路人工智慧的一個興起 上述的這些服務 都扮演了一個推把的一個角色 包含有些像Google、Facebook、IG 這些你看到的這些服務 背後本身是服務 帶來的生活便利性的同時 它在他們這些服務的背後 也記錄著每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 你看過了什麼網頁 你點過了什麼樣子的影片 你跟在誰下面做留言 你跟誰做互動 那這些即使是你沒有點擊 你只是滑過而已 他都知道 所以換言之呢 我想要認識每個人 就從這些你有用過的服務上面 我就可以獲得你們的數位足跡 我就可以去了解到每個人 我就可以去帶來後續 很多不同層面的一個應用 好 接著我們要進入 今天最大的一個主角 就是網路人工智慧了 網路人工智慧呢 我是把它翻譯成 Networked AI 就是用網路串連起來的人工智慧 那如果用一個比較技術的一個術語的話 叫做圖神經網路 因為網路的另外一個技術的一個 翻譯的一個字眼就叫做圖 Graph 好 那一句話說明 這句話我們最後還會再結論 很多時候還會再回來 就是網路人工智慧呢 它就是從人事實地物的網路中 學習如何預測 紅色的這句話呢 就是要找出X跟Y之間的關聯 紅色的這句話 就是要找出那個方形F 讓我們輸入一個網路的結構 然後對於某個我們要預測的目標Y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學習跟訓練跟預測 那綠色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在很多時候 你的網路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網路 你看不到網路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勢必要先把網路還原出來 你才能夠去做網路的人工智慧嘛 所以綠色的這句話呢是指 我要先推理出網路 然後再用推理的網路來做一些應用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例子 有些網路你是看不到的 它是存在 但是你蒐集不到資料 好 我們先講左邊這兩個 同質性的網路跟一直性的網路是什麼呢 同質性的網路很簡單 它指的是 在這個網路裡面 你會看到所有的點都是黑色的 所有的邊都是黑色的 換言之 在這網路裡面所有的點都是屬於相同的類型 所有的邊也都是屬於相同的類型 譬如說 人際網路每個點都是一個人 每個邊都是一個朋友的定義 所以它就是一個人際網路 它就是一個同質性的網路 那一直性的網路 你會看到圖 顧名思義 你的點有不同的顏色 代表你點有不同的類型 你的邊也可能連線也可能有不同的類型 這個叫做一直性的網路 我們等一下可以給大家蠻多的一個例子的 看不見的網路是 當你收集到資料的時候 你會看到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連線 當你獲得這種資料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引發人工智慧的應用呢 這也是待會我們會分這三個面向跟大家做介紹 好 那我們先講同質性的網路好了 對於同質性的網路來講 它其實是應用範圍最廣泛的 為什麼呢 對於同質性的網路來講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兩個任務 一個叫做節點分類 另一個叫做連結預測 既然是網路人工智慧 它其實就是人工智慧 它其實就是一個F of X 然後找到跟Y之內一個關聯 X就是我們的資料 Y就是我們的預測目標 好 那現在我們的資料就是我們的網路了 而且是同質性的網路 所以我們是把同質性的網路作為我們的X 那麼我們Y呢 如果我們是節點做分類的話呢 就是在嘗試的去預測 每個節點上面的顏色 假設我們每個節點上面的顏色 是代表這個節點的類別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設法呢 嘗試的去幫每個類別貼一些標籤 這個標籤是代表不同顏色的標籤 這個就是指節點分類 那如果我們的Y呢 是定義在連結預測的話 是代表說 我要去預測說在這個網路裡面 在未來有哪些新的連線會發生 假設這個紅色呢都是新的連線 是以後會發生的一個連線 這個就叫做連結預測 好 那這邊是概念性的跟大家講到 節點分類跟連結預測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講到說 節點分類跟連結預測 它的應用的範圍有多廣 光是節點的分類我們就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用在COVID-19的檢測上面 假設這是一個人際網路好了 那在這個人際網路裡面 我已知可以觀測到說 藍色的點點這些人是有去做PCR 或是有去做快篩陽性 然後綠色的這些點點呢 是有去快篩或是PCR 是陰性 那更多人在這個人際網路裡面更多人 我是不知道它究竟是陽性還是陰性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去做過檢測 那所謂做節點分類 在這個例子裡面應用的就是說 我能不能夠幫每個節點貼標籤 這個標籤是指它是陽性或陰性 那我在給這個人際網路 部分的人已經知道陽性或陰性的狀況之下 我能不能夠利用網路人工智慧的方法 去幫剩餘黑色的點點貼標籤 準確的去預測說 它究竟是陽性或陰性 這個就是節點分類 用在COVID-19的檢測上面 我可以收集人的屍體接觸的網路 譬如說在座各位 大家有每個人有坐的位置 兩個人如果坐的比較近的話 我就把這兩個人連線起來 那如果你身邊的人有去做過快篩 陽性或陰性 我就幫你標藍色或綠色 那我就可以有這個網路 然後透過網路人工智慧的方法 去預測說 剩餘還沒有去做快篩的人 究竟是陽性或陰性 這個就是一個具體的一個範例 確實在國外也有一些方法 是使用這個方式 是在評估一個人 罹患COVID-19的一個風險 同樣的一模一樣的例子 跟大家講 它可以用在語情分析 用在總統大選的 政治立場的傾向的預測上面 假設這是一個人際網路 一樣是透過這個例子 比如說以國內來講 在年底要選舉的 或是說每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人 在社群媒體裡面 揭露自己的政治傾向 這些揭露政治傾向的人 我們就可以認為說 他已經給自己一個標籤了 他是 比如說是偏藍的這個標籤 那有些人他是偏綠的這個標籤 那更多人是 所謂的沉默的大眾 他們沒有表示自己的意見 但是他們可能認識一些 偏藍或偏綠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把它利用 節點分類這個網路人工智慧的技術 套用的一個結果是 我可以利用以自由表達政治傾向的 就是藍色或綠色 藉此就可以評估 大選的一個政治傾向的分佈 的狀況在社群媒體裡面 那他背後的一個直覺是什麼呢 你想想有所謂的 我們大家都說在社群網路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同溫層效應 如果這個網路某些部分的結構 是發生在比如說偏藍的社群裡面 那可能很多時候預測的一個結果 就是偏藍的一個結果 那有某些中間的選民 他可能認識偏藍或偏綠 那他們黑色的節點 要被預測為是藍色或綠色 可能會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出這樣子 對應的預測來給相關的候選人 做一個政治一個評估 同樣的這個例子 我們再舉第三個 一樣是下面這張圖 大家在線上媒體 在進入IG或是進入Facebook的時候 你總會 三部首都會挑出一些廣告吧 你要知道說這些廣告 是怎麼知道說 他要推薦一個線上手遊的廣告給你呢 你要怎麼知道說 他要推薦的是一個化妝品的廣告給你呢 因為他們在幫你貼標籤 每個人身上都有很多標籤 那這個貼標籤的一個動作呢 就是節點分類了 我們想像說 在這個網路裡面有某些人呢 他可能自己很喜歡玩手遊 所以三部首都會 剖手遊的一些資訊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先幫他貼一標籤 它是屬於藍色的點點 那某些人是喜歡化妝品 三部首就要分享一些美妝的一些 一些影片啊 或是一些圖片等等的 那我就先幫這些人 先貼上綠色的 那更多人是 我是不知道他是 喜歡化妝品還是喜歡手遊 那我就可以利用節點分類的技術 幫剩餘的黑色的點點 貼一個或貼多個標籤 我這邊只是用兩個類別來作為舉例 事實上商品的類別 有前面文化 我有很多種類別 所以我就可以幫每個人 貼上很多種標籤了 所以這個就是網路人工智慧 用在同知性網路的第一個應用 光是節點分類 你就可以幫你把 人際網路的不同的情境套進去 其實引發出來的就是 不同領域不同性質的一個 一個應用的一個範疇了 好第二個應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廣泛 叫做連結預測 英文叫做Link Prediction 那最直觀的應用 其實就是應用在 社群網路裡面的朋友的推薦 我要預測說 在未來 Alice跟Bob這兩個人會不會認識 如果我評估出來說 這兩個人的未來很有可能有認識的機會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Bob推薦給Alice 或是把Alice推薦給Bob 換言之我評估這兩個人的連線會不會發生 就可以用在把這個連線的兩端 推薦給彼此的一個朋友推薦 大家在Facebook上面經常看到說 他會推薦朋友給你 其實也是利用這種機制 另外一個是用在 非常非常廣泛的 就是用在電商平台的商品推薦上面 電商平台上面我們有使用者 我們也有商品 我們可以把使用者跟商品之間 建立一個連線的關係 實體的線就代表說 Alice曾經看過這部電影 或是買過這個商品 或是Bob這個人曾經瀏覽過這個商品 我們這些實體的一個線路 那所謂的連結預測是預測說 Alice這個人跟某個商品之間的這個連線 在未來會不會發生呢 如果會發生的話呢 就代表說Alice在未來很可能去 去瀏覽或是去購買這個商品 如果預測這個線很有可能發生的話 那我就可以及早的把這個線推薦給Alice 就是及早的把這個商品推薦給Alice 就是所謂的大家在前面看到的就是說 你瀏覽的這個網站 瀏覽的這個網頁之後 下面也出現你可能會 你可能也會喜歡什麼商品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境 我就可以在這個情境裡面 把預測很高 機率值另外一端 預測機率值很高 編這個資料連線會存在的 另外一個端點的這個商品 推薦給Alice這個人了 所以它是用在電商品檔上面 幫用戶推薦商品 它基本上就是根據這個 由使用者跟商品的 所建構出來的這個網路的一個結構 第三個呢是 臨界預測可以用在 藥物的副作用的預測上面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建構出一個網路的結構 在這網路的結構裡面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有橘色的點點 橘色的點點指的就是 某個Drag藥物 某些藥物之間有 那個成分的相似性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兩個成分相似的 藥物呢把它們建立連線 所以橘色的這邊呢都是指藥物 跟藥物之間的相似性 所建構出來的一個部分的網路 那此外呢我們有三角形的點點 三角形的點點是指藥物的副作用 像是頭痛 發燒 流鼻水 或以致 從生活中 醫學裡面我們觀測到的 某些藥物已經有某些副作用的 這些都是以致的 我就可以建立實體的連線 那 假設呢 有一個新藥被開發出來的 這個新藥呢是COVID-19的一個某個 那個 治療的藥物 它被發明出來的 並且以致說這個藥物跟某些既有的藥物有化學分子的相似性 建立一個連線的 而且事先知道說 它知道它部分的副作用是什麼呢 那我想要去找出說這個藥物 還可能有 還可能有什麼副作用 那就等同於是去預測說 譬如說我想要去看這個藥物 對於這個頭痛來講 是不是可能是它的一種副作用 那就是等同於去預測這條連線 在未來會不會發生 所以我可以把 網路人工智慧裡面的連結預測的技術 用在評估 我新藥做開發的時候 去預測它 會不會有某些潛在的副作用 提供給相關的藥廠 去做一個 評估風險的一個參考 所以這就是 網路人工智慧裡面 連結預測的一個應用 那當然還有 更多的例子 像是論文引用的網路 譬如說我正在寫一篇論文 我應該引用誰 我已知某些論文有引用我 我是否有存在某些遺失的引用 我應該把它加進來 補到我的文獻回顧裡面 這也是一個應用的一個情境 因為你在寫論文 你總是需要去引用一些論文 來做一些文獻回顧討論 那你有些方便的工具 會提供給你 問我引用文獻回顧的一個建議 就是透過網路 那個連結預測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那甚至去預測誰在未來 會被COVID-19感染 它也是一個連結預測的一個任務 假設我有 橘色的點點是代表說 這些人已經被感染了 那我想要預測的連線是在 未來這些 由橘色的點點 所發散出去的這些虛線 哪一條線會發生呢 那些最有可能發生的 那個虛線的連線 就是代表病毒最有可能從那個路徑 繼續往外做擴散 它也是一個連結預測的一個任務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跟大家介紹了蠻多連結預測的一個任務 這些任務呢都是屬於在 通知性網路裡面人工智慧的一個應用 所以到這邊大家要先知道說 網路人工智慧最重要的一個 兩個任務呢就是 就是節點分類跟連結預測 它們能夠引發出各式各樣不同的 的應用 這應用就基於你的資料的來源 是哪一個資料的來源 無非就是幫節點去貼顏色的標籤 做分類 或是幫連線評估它未來會不會發生 好 那第二個呢 面向呢要跟大家介紹到的是 一直性的網路 一直性的網路呢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出錢的做介紹 它其實就是長的這樣子的一個網路的結構 只是說在這個網路的結構裡面 我們有不同顏色的點點 然後不同類型的連線 我們可以 在以下呢會跟大家介紹兩個情境 一個是用商品的推薦系統 另外一個是用恐怖分子的偵測 來跟大家做為例子 展示一下一直性的網路的人工智慧 譬如說用在商品的推薦系統的話呢 這個點點可能就是歌曲 它可以是一個點點 專輯可以是點點歌手 或是歌曲的類型 這些都是可以 都可以是一個點點 那你當然知道說 歌手可能會參過某些歌曲 歌曲會屬於某個專輯 專輯會是屬於某個類型的 然後歌曲可能有作詞者 就可以勾勒出一個複雜的 這些不同資訊的一個關聯 那應用在犯罪網路裡面也是一樣 我們有某些點點呢是嫌疑犯 那某些點點是贏帳戶 受害者或是碰面 某個點點也可以是一個事件的事件碰面 那我們有不同的資訊 也可以被表示成這個抑制性的網路結構 好 那我們先講推薦系統 我們會用兩個推薦系統 跟大家做簡單的一個說明 第一個呢是電影推薦系統 在電影的推薦系統裡面呢 假設呢我們要幫這個User 這個使用者推薦電影 那我知道說這個人曾經看過三部電影了 好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三部電影背後的 抑制性的網路來推薦更多電影給最左邊的這個使用者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說他看過的這三部電影裡面 可能有兩部都是屬於冒險片 然後有兩部都是湯姆漢克作為男主角的 那我就可以句詞的去看說原來冒險的電影跟 湯姆漢克斯 他演過的電影還有哪些呢 那藉此你會知道說可能是阿甘正傳 或是這個星際效應 這兩部電影可能也是這個人感興趣的 因為這兩部電影要嘛就是他們都是屬於冒險類的電影 或者說他們都是同樣一個男主角所主演的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中間的這個網路的結構 涉及了電影的類型 涉及了那個演員 也涉及了導演 史蒂芬·史比伯等等 而且這些不同類型之間的資訊之間的連線是不同的類型的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複雜的網路幫忙做推理 預測說你可能會喜歡哪些商品 同樣的 因為音樂的推薦也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我知道說Alice這個人 他聽過了某一首歌 那他還會喜歡什麼 你應該還要推薦什麼歌曲給他呢 我就可以利用歌曲 跟歌曲之間 一直性的網路 這個一直性的網路涉及了什麼呢 涉及了這首歌是誰唱的 這首歌的類型是什麼類型 然後這首歌還有誰聽過 譬如說我的朋友Tony也聽過這首歌 我Tony也聽過這首歌 他同時也聽過另外一首歌 而另外這首歌 I See Fire這首歌呢 也是同一個歌手所唱的 然後他的音樂的類型 也是跟我聽過的類型類似 我就可以利用中間的這個意識性的網路 來幫我做出推薦 這個意識性的網路就描述了 我互動過的商品之間 在不同面向的資訊的一個觀點性 好 那至於用在恐怖分子偵測上面 其實也是有類似的idea 就是我們可以把恐怖分子活動的人事實地物 描述成一個犯罪網路 譬如說像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犯罪網路的一個例子 你會看到說 E 它是一個恐怖組織 我把一個恐怖組織當成一個點點 這恐怖組織有三個成員 B 是他的leader C 也是另外一個成員 然後 G 是另外一個成員 所以這個恐怖組織有三個成員 然後在這個三個成員裡面 這個組織的leader 這個人呢 曾經付錢給另外一個組織的一個成員 然後他 換言之你可以想像是 B 這個人 僱用了 C 這個人 因為他有轉账給他 接著呢 他讓 C 這個人呢 去發起一出謀殺案 然後這個謀殺案呢 他的受害者是 G 這個人 這個謀殺案呢 他發生的地點是在 J 這個地點 然後他發生的時間呢 是在 K 這個時間 我就可以把人事史地路的關係 描述在這個犯罪網路裡面 使用這個犯罪網路裡面的資訊 來幫我評估說 究竟哪一個人才是兇手 哪一個人才是幕後的主謀 那這個找出兇手跟幕後主謀的這件事情 等同於是在這個意志性的網路裡面 去評估 BCD 的這三個人 人作為節點 那哪一個人才是最有可能的犯罪分子 那可能用這個例子 可能不是那麼的直觀 我們用另外一個更直觀的例子 讓大家初步地感受 什麼是恐怖分子的偵測 恐怖分子的偵測 其實就是異常行為的偵測 哪一個人 他的行為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同樣都是罪犯 某些罪犯他是真的恐怖分子 某些罪犯並不是 那我們要找的是 這個罪犯跟其他罪犯而言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感興趣的 可能也是我們找出恐怖分子的 一個重要的依據來源 所以我們下面用一個 因為意識性的網路 我們剛剛用恐怖分子的偵測 這個部分我們是有保密的一些協定 我們不能夠公佈這部分的資料 我們就用一個電影的網路 會更適合大家 普羅大眾能夠比較容易理解的 假設我們想要去知道 Megnan這個演員 他是一個女演員 他跟其他女演員比起來 有什麼差別之處呢 同樣都是女演員 這個演員 究竟他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用的是這個電影網路 這個電影網路長這個樣子 這個電影網路 他的描述是 Ans Actor 演員 這個演員 他是Writer 這個編劇作家的一個配偶 W這個人 他演過了M3 他寫過M3這部電影的一個劇本 然後A1他是M3這部電影的一個演員 然後M3這部電影是翻拍至M4 然後M4有另外一個演員是A4等等的 然後M3這部電影是D1這個人所到的 我們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電影網路結構 它是一個抑制性的網路 好 這個是示意圖 那事實上演藝圈是相當龐大的 我們有很多的演員 也有很多的導演 也有很多的電影有很多的編劇作家 他們有很複雜的關係 而且這個關係是 資料是很龐大的 我可以把IMDB的電影 的電影網路全部都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M3這個演員 這個女演員是 老派的知名的女演員 我把這個演員找出來 那他附近的網路的結構把它畫出來 你會看到說 我在畫什麼東西 你根本就看都看不懂 因為他這個網路太複雜了 有太多資訊了 太多的類型的電影的資訊 包含說導演啊 電影啊 編劇作家等等的 太複雜了 那我可以透過網路人工智慧的技術呢 這看起來是再平常不過了 他參與的電影可能是愛情片 這個電影的類型是romantics category 或是喜劇片 或是一般劇情片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 那M3他有一個 他的前夫Dennis 也是一個演員 也演過很多部電影 這是作為一個女演員來講 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那網路人工智慧 也可以萃取出 這個人的異常的行為 每一個人的異常的行為是什麼呢 他不是一個演員嗎 他跟其他女演員不一樣的地方 詐欺說 有看到說 他是一個女演員 他演過很多部電影沒有錯 但是 他專門演一些翻拍的電影 有看到這個連線被 再連線出去有一個remake from 他演的電影裡面 都是翻拍的電影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喜好 去演這些翻拍的電影 這個行為是一般女演員來講 比較少發生的 我們就可以透過網路人工智慧 萃取出 對於每個演員來講 異常的行為是哪些 同樣的技術 也可以用在犯罪網路裡面 去幫每個罪犯 找出他異常的行為 那些 跟其他罪犯比起來 罪異常的那些 可能的恐怖分子 就可能是 這些警方相關的人員 感興趣的一個對象 那他們可以進一步去調查 他們的行為 究竟是為何會有這些異常 OK 那這個是 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要跟大家介紹到的是 看不見的網路是什麼 看不見的網路呢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兩個例子 一個是 講 假訊息的偵測 另外一個是講 空氣污染的預測 它們都是屬於 我需要去評估出 這個看不見的網路 我才能夠透過網路人工智慧的技術 來去幫我做出 對應的一個應用 OK 那 這例子呢 譬如說在線上的社群媒體裡面 我們其實可以有很多的使用者 但是有哪些使用者 他們是從核管道去獲取某些資訊的 你是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這個人是從Line 獲取這個新聞 或是說你不知道這個人是 是從Facebook哪邊 哪個朋友轉發這個新聞過來的 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訊息的來源 這個人是如何獲得這個資訊 因此我們不知道說 訊息是如果在這個網路裡面 是做擴散的 那在空氣污染的例子裡 也一樣的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裡面 我們有很多空氣品質的Sensor PM2.5的Sensor 那PM2.5的Sensor 它感受到的數值的變化 可能來自於 比如說 臨近的 臨近的另外一個建設站 因為污染物飄過來了 所以 那邊先數值提高 接著再到我這邊 但是事實上 我只能夠透過數值的高低 去了解到污染物的變化 我事實上並沒有辦法 具體的建構出這個擴散的網路 那在沒有辦法獲得 這些網路的資料之下 你要如何去做呢 這個是等一下 在這部分會跟大家做 基本的介紹的 好 那假訊息 這個應該是大家 這一兩年來 應該是聽到太多太多了 那如果你使用Google Trend的話呢 去大致上看一下它的趨勢 基本上呢 是從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 川普在跟希拉爾選舉的時候 這個字才被川普不斷的強調 然後 那時候才開始 被受重視 然後在Google的趨勢上面 也可以看到它起伏的變化 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的 那直到2000年 大概2020年 大概4、5月的時候 那時候COVID-19 其實在台灣 或是在世界隔離 基本上開始有 第一波的大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關於COVID-19的一些謠言啊 或是一些鄉野傳說啊 或是關於疫苗的一些 這些資訊錯誤的量 是歷史的性的爆量 那時候COVID-19的假訊息的量呢 來到那個 所有假訊息歷史的一個最高峰 那到後來 其實如果你現在再去看這個假訊息的量 其實基本上已經沒有當初那麼多了 可能大家已經開始意識到假訊息存在 而且知道說要如何去辨識假訊息了 好 那關於假訊息的擴散 基本上任何一個訊息的擴散 基本上都是長這樣子的 就是它是一個 由一個人開始 比如說這個人發分享的某個訊息 然後他朋友看到感興趣就會去做分享 因此訊息就會往外的去做擴散 形成一個訊息擴散的網路的結構 那錯誤的訊息假的訊息會擴散 真的訊息也會擴散 那大家猜猜看 左邊這樣子的一個網路的結構 是真的訊息還是假的訊息 右邊這樣子的網路結構 跟左邊看起來是長得不一樣的 我們先不管顏色 你看到左邊這邊呢 是一個比較 從一個節點開始我們要做擴散 然後擴散到很大的分支 很多人被間接或直接的 或許這個資訊 那右邊這邊呢是比較自離破碎的分布 你會看到每一塊都是很小塊的 相比於這邊一塊連起來很大一塊 左邊跟右邊哪一個才是假訊息的擴散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嗎 覺得是左邊的舉手 覺得是右邊的舉手 那直觀上面的理解是假訊息的推廣者 假訊息的惡意擴散的背後的組織 他可能需要去雇用一些機器人假帳號來分散式的去多點讓這個訊息擴散爆發 因此會形成這種多點擴散爆發的一個自離破碎的一個結構 OK 那換句話說呢 我們需要去仰賴這個訊息擴散的一個結構 才可以作為一個判斷這個訊息是否是假訊息的一個重要的一個來源 因為在社群媒體裡面很多訊息 User都會去做轉傳或是去點贊 只要你去轉傳點贊或是做評論 他就會曝光曝光的話你朋友就會看得到 朋友看到之後感興趣的人又會再進一步的去做轉傳 OK 但是你會看到從上一頁到 不好意思 從上 從這邊到這邊 事實上我們能夠獲得的資料呢 就是部分的資料 你會看到說在上一頁這邊你獲得 實際上面 理想上面 你能夠蒐集到的訊息的結構是這樣子完整的 那這邊也是完整的 但是真實上面你能夠獲得的資料 你可能透過一些網路的爬蟲的技術去獲取資訊分享的這個紀錄 你獲得的資料你仔細看 左邊右邊這邊是資理破碎的 然後這邊是比較一整塊的 但是事實上你獲得的一個資料呢 可能是長這樣子 左邊也是資理破碎的 右邊也是資理破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他在分享訊息的時候 會設定隱私的權限 他不想要讓別人看到他分享過什麼訊息 或是有的人他限制自己的帳號 不能夠被網路的爬蟲去爬資料 所以你獲得的資料是部分片面的 也就是說你真實獲得的資料呢 是這種資理破碎的一個結構 即使是真的訊息也是這樣子 假的訊息也是這樣子 那你要從這樣子的部分資料裡面 去分辨假訊息是相當困難的 因此我們就可以仰賴網路人工智慧的技術 想像說他們這個網路背後 其實有一個你看不見的一個網路 連結這些看似沒有連線的這些節點 我可能就需要透過網路人工智慧的技術 先設法從觀察到的這個部分的 觀察到的資料裡面 先去還原出真實擴散的結構 然後利用真實擴散的結構裡面 去幫我們做出對應的判斷 說這個訊息 擴散的這個訊息究竟是真的訊息 還是假的訊息 所以我們從獲得資料 是不完整的資料 我們先要去推估推理出擴散的結構 然後再從擴散的結構裡面 根據結構的性質是資理破碎 或是比較一次性的擴展到很遠的地方 來做一個判斷的依據 這是第一個例子 看不見網路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用在空氣污染的 預測分析上面 這是一個例子 在中研院空氣核指的網站上面 他們紀錄的某一次境外污染空污 從北部擴散到南部的一個性質 從北部擴散到南部 或許就可以知道說 可能會跟當時的天氣狀況 風向地形有關 因為地形 所以某些區域就比較不會有污染物 因為風向可能是由北邊吹到 由北邊吹到南邊 所以你會知道說 空氣品質可能會受到 至少地形風向是一個關鍵的影響 我們能夠觀察到的資料 都是譬如說像環保署 它在各個地方的環保局 或是對應的地點 都有實體的PM2.5 或是空氣污染監測的監測站 我們只能夠從監測站裡面 數值的變化 去了解到這個地方 它空氣污染的程度是如何 所以我們在譬如說 在T的這個時景點 可以觀測到說 某些區域裡面 它P2.5的數值 如果比較高的話是紅色 或比較偏藍的話 是P2.5的數值比較低的區域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或許可能是在某個地點 這邊有幾個地點 是這邊上面有黑色的點點 中間有這個一個 然後下面有三個黑色的點點 這幾個都是空氣品質的監測站 好 那我知道說 可能這個污染物是從北邊 因為風向的關係往下吹 然後又因為風向的關係 再加上地形的關係 使得說這邊有個山 但它過不來 所以它只能夠往下繼續走 走到下面的這個區域 所以數值的變化是 上面先變高 然後中間變高 然後再下面變高 然後又因為風向 可能是再往右邊這邊 再偏高這樣子 但是這是你只能夠從監測數值看得到 但是我想要去了解的是說 這個擴散網路的結構是長什麼樣子呢 如果我能夠獲得擴散網路的結構的話呢 那以後我只要一看到 這個數值是這樣子的分佈 我就能夠馬上猜出說 它會往哪邊流動 所以我可以透過網路人工智慧的技術呢 先去推理還原出擴散的結構的長相 譬如說我可以推理出 這個擴散的結構的長相可能長這個樣子 意思就是說如果以後 如果這邊數值變高 風向又往某 風向又從北邊吹的話呢 它應該就是這個站點 這個區域會變高 然後這個區域 如果因為風向的關係 又往某一邊吹的話呢 就會像相鄰的節點的 那個建設站的區域的數值會變高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空污網路的結構 來幫我做出更精準更細緻的 空氣品質的預測跟判斷 所以我希望呢 能夠有一個網路人工智慧的技術呢 幫我推廣出這個 還原出空污擴散的一個網路的結構 使得說以後我能夠根據 歷史上面觀測到的資料呢 能夠學習預測一個新的模式 這個模式能夠幫我去評估在未來 某些地點 他們在當下PM2.0的數值 在未來的PM2.0的數值 究竟會如何變化 就是透過還原空污的網路 污染污擴散的網路 來幫我做出對應的一個 空氣品質的評估跟決策 好 那這個是今天最後的一個部分 要跟大家做一個小總結的 今天呢 在這個token裡面 跟大家分享了網路人工智慧 然後網路人工智慧 跟大家分享了 人工智慧的基本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 我要找出一個 function f 從 x 到 y 之間的一個對應 那我的 x 是什麼 決定了我應用的一個範疇 尤其是人工智慧需要仰賴 資料作為它的燃料 那如果我們把資料 從常見的影像的資料 文字的資料 換成是所謂的網路世界的資料的話 那它就能夠讓我們引發出 今天跟大家介紹到的 網路人工智慧 而所謂的網路的資料呢 其實我們透過很多例子 跟大家知道說 網路存在於你我的生活之間 然後網路呢 甚至有具有三個重要的性質 這三個重要的性質 其實也都蠻直觀的 就包含說小世界 連線平均的距離是短的 你的朋友之間也可能是朋友 以及杜長偉效應 就是一些名人效應的法則 那也因此 我們以後續跟大家介紹 可以基於網路的資料 衍生出同時性的網路 抑制性的網路 跟看不見的網路的三個 不同的 不同性質的網路 都可以做為我們的X 我的X的定義不同 我就可以衍生出不同的Y的定義 那這些都可以 套用在人工智慧的這個範疇裡面 帶給大家一個新的觀點 原來 我們可以透過網路來表示 人事實地圖之間的關聯 人事實地圖之間的關聯之中 存在各式各樣不同的應用 如同我們跟大家做介紹的 那或許 它就可以提供我們 一個看待事物 描述事物的一個新的看法 來去了解到說 我如果合理的 有效的去描述人事實地圖之間的觀點 其實能夠帶給我們 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應用的範疇 包含節點的分類 連結的預測 甚至更多在意識性的網路 或是看不見的網路上面 其實都有一些可行 可以應用的一個機會 那這些機會也帶給各行各業 一個人工智慧發展的一個新的契機 OK 那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TALK 網路中的人工智慧 然後希望大家都 可以進入今天的演講 有一個新的觀點 能夠看待 人事實地圖之間的一些網路的結構 跟人工智慧的一個發展 感謝大家 謝謝